這個園山的山頂頂好嗎? 是不是? 這條山是園山嗎? 大家知道嗎? 園山喔? 這裡不是園山 這條山不是園山 這條山是建坦山 建坦山 它所在園山 這個牌樓在過去 基隆河在過去 以前的園山動物園 有沒有? 我聽過嗎? 對 園山兒童樂園 我去裡面一顆小山 這裡是園山 我們這裡叫做建坦山 這裡是建坦山 所以在地理位置要知道 園山是建坦山的地方 為什麼建坦山? 風水一定跟風水有關係 對嗎? 因為這裡是一個風風水 有人說整個建坦山 這條山 這個山脈 是一條隱隆 隱藏的隱 一條隆脈 它是一條隆脈 那這條隆呢 就是 在大台北盆地 繞出頭跟尾 我們這裡是龍尾穴 龍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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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知道在哪裡嗎? 龍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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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紫蘭宮的 龍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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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龐尾 所以龍尾 龍尾 龍尾 相對 跟龍尾 相對 而你在日本 musician 台灣老大 有一個 日本人 神社 神社 當時這間神社是要紀念一位大將軍 日本的一位大將軍 蓋了這座神社 這座神社呢 在當時是規格最高 也是最重要的神社 不過在1944年 民國33年 當時有一隻羽人家 我們來要離開松山機場降落 飛到這上空不幸失事 就是醉毀把整個神社這樣攔下去 神社就覆之以盡 燒掉了 燒掉了 很可笑的就是這樣 神社就無意了 金正寧1945年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日本人戰敗 他就是從台灣撤軍回日本 神社也因此走盡歷史 沒有人管理 日本人走了 我們的國民政府 從大陸來台 所以呢 那時候 第一個 第一任的沈主席 台灣沈主席 有人知道是誰嗎 不知道 我一個人 我一個人 魏道明 魏道明博士 魏道明博士 他來到台灣 創造我們台灣的好山好水 所以要發展我們台灣的觀光 所以在我們這個神社所在地 改建 從民國38年 改建成台灣大飯店 那時候的規格是 兩層樓 三十六間房間 平常是要發展觀光 所以呢 這個呢 台灣大飯店 三十八年 那時候 建造 四十年完工 是當時 台灣第一屬 第一間 屬於國際級的觀光飯店 我們通常跟國民政府來 來台灣 隔一年 三十九年 發生涵戰 我們台灣的位置 中央 這麼重要 所以因為 各國的 一些重要的使程 都會來台灣訪問 可是呢 他們來到台灣 當初 我們為了要招待這些外賓 都把他接待到 那個草山行館 草山行館 草山行館 草山行館那時候是 日本蓋的房子 他規格也是不是很好 然後只可以呢 我們的獎公 覺得這樣子 我們沒有一個符合 像樣的一個招待的場所 所以他就把這個意見提出來 提出來 提出來 由蔣壽美林來籌化 蔣壽美林來籌化 蔣壽美林來籌化 把台灣大飯店 改組成 圓山大飯店 同時成立 圓山園儀會 來招待各國的使節 所以 圓山是在民國 四十一年 就開始有 證明 證明 比如說民國四十一年才有 義山的飯店 任何都不是 任何都不是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大樓 是當時建的 有人知道嗎 民國五十九年建的 六十二年完工 整棟大樓 地下地上 總共幾層 十四層樓 非常的雄偉壯觀 它是中國的工電式建築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雄偉 是我們台北的重要地標之一 對不對 對 對 高速公路下來 是不是會看到圓山 會的 坐飛機下來 也是會看到圓山 看到圓山 就知道什麼 台北的道路 對 所以它是重要的地標之一 好 地標之一 現在高雄也有 對 高雄也有 對 我們現在是在講台北這棟 高雄的 來特別設計建造 喔 那這個姚卓成建書師 大家聽給我嗎 不 不 不過它的作品 你一定會開過 都會 中正紀念堂 會開過嗎 對 中正紀念堂 就是它設計 頭前還有頭前 那個兩廳院 國家音樂廳 跟國家劇院 都是它的創作 還有新生難度的清真寺 也是它的創作 喔 所以它的創作 是屬於比較有特色 尤其是中國的風格 非常的漂亮 大紅柱 黃金屋 遊禮屋 都是它的特色 都是它的特色 那我們整個建堂山 這座山呢 占地有9公頃 建平面積就是 4萬4千平方公尺 這座家也算了 這座山都在這裡 好